如文医生特邀专家赵万宏 闲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液科主人医师 首先我们讲这个血小板在人体里的生理功能 它在人体的血液当中流动 它是血液当中有形的一个小成分 分子量比较小在血液里流动 它的生理功能是采用一个止血 就是我们这个机体血管受到耸伤以后了 它首先游离到这个耸伤处 像这个子弹一样堵个枪眼 把它枪眼堵至参与这止血过程 那么血小板减少以后 主要的临床表现的话 就指的是一个不明原因的皮肤黏膜的一个触血点 我学称叫子癫 更危害大的一些临床表现 就是中药脏器的一个自发性的触血 如果血小板低到很低的程度 我们就要重度的血小板减少 可以这个中药脏器自发性出血 这个发生的比正常人要高得多 比如脑子就出血了 肺脏的出血了 还有消化道密腰道的出血等等 它主要的话是不明原因的一个皮肤黏膜的一个子电 有些生育期的女性的话 表现有些月经量一个增多 或者经期的一个延长 更有慢性的少部分病人的话 会可以出现轻度的皮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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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